好啦 繼續來看這個出名世界的 國王歌手合唱團 九南島關的寶龍族的寶錄 跟台灣元寶東寶合唱團來交流 體驗到寶龍族 傳統祭典的音樂 北部合音 國際出名的國王歌手合唱團 政王肥地鄉的元寶國際行為 和合唱團的小孩進行合唱交流 體驗不論出名的傳統祭典的音樂 國王歌手合唱團的南極音 Jonathan Howard表示 他第一次來到平鄉的博禄學校和小孩交流 讓他感受到小孩的天真合法 還有演唱過程 豐富的表情和體體動作 除了交流歌劇 他也跟完善東寶合唱合唱團 和他們唱歌的記者 跟完善的時機 讓小孩獲很多 很開心有這機會可以聽他們表演 他們是完全人生的合唱團 對我們小朋友來說是非常新奇的一個合唱隊伍 想和交流的過程的劇組紀錄片 透過網路 分享台灣觀眾民豐富的文化祖散 讓全世界觀眾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